杨颖本来就是模特 颜值还是远超很多女明星的 baby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是楷模了 她精致的五官和好身材自然备受瞩目 之后杨颖进军娱乐圈 她在进军娱乐圈的时候 长相优质的样貌为她助了不少力 不管是拍摄古装戏还是现代剧情妆 她都可以驾驭 她与钟翰良主演的《孤芳不自赏》中 她的一举一动都很有韵味 衬托出了古典美女的气质 在嫁给黄小明后 资源也越来越好 杨颖和黄小明的婚姻虽然持续的时间不久 但是当了妈妈之后 杨颖看起来颜值并没有受到影响 仍然非常有少女感 她在奔跑吧兄弟节目中 美貌的人设始终都没有变过 颜值一直在线 即便生了孩子之后 杨颖的好身材丝毫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这也让很多网友羡慕 杨颖凭借着出众的外貌条件 获得了娱乐圈中不少的资源 不管是在时尚界还是影视界 都有她的影子 但是杨颖的演技实在难以恭维 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但在娱乐圈这么久 演技却一直没有提高 这也让很多网友吐槽表示 还是去做模特吧 不要拖累影视剧了 我是14岁开始当模特吧 当时人家问我说 你想当明星吗 我说我不想 我觉得当模特挺好啊 每天画个好看的妆 也有好看的衣服穿 也有钱收 而且也不用那么多麻烦的事情 我觉得挺好的 那最开始入行的时候 才14岁啊 妈妈放心吧 好无所谓 关于杨颖整容的传闻一直不断 18岁的杨颖在日本发展自己的演艺事业 那个时候的照片流出之后 引起网友热议 从照片中明显能看出杨颖的牙扣和现在有很大的区别 虽然整体轮廓并没有大的改变 但风格和气质也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那个时候逐走日系风 对比现在不管是颜值还是风格 差别都非常大 其实baby曾多次表示过 她只是微调了牙齿 整牙如整容 并不是说着玩玩的 当你将牙齿矫正过来之后 真的可以改变你的颜值 在前几年的时候 为了证明没整容 baby特地去整形医院做鉴定 但是还是没有让所有人信服 总会有一些声音说baby整容了 整容这个话题 对于现在正在发展的女明星来说 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面影响 好 张开嘴巴 你这样牙齿咬上一点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那个做龙壳手术的痕迹这是没有的 那么第二个我们要看什么呢 看这个 就是在这个牙齦和这个嘴唇上 这个有没有手术切口的痕迹 如今杨盈已经是娱乐圈中的前辈级别 在平时的活动中容貌依旧不输当红偶像少女 就好像是拥有助颜树 永远保持了青春少女 但是近日她接受采访忘了开滤镜 网友看到她在生涂下的脸 生涂曝光 她的真实容颜也曝光 其实离开滤镜之后的baby也还是很漂亮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脸上的抬头纹非常的明显 看起来还是很眨眼的 很多网友直呼 真的只有30岁 众所周知大部分人的皮肤在过了25岁的年纪 就会出现相对明显的衰老特征 眼睛开始出现细纹 32岁的baby在生涂中就是如此 没有了美颜滤镜 她的皮肤明显不像精修那般完美无缺 也会有暗沉现象 微笑时眼尾纹和眼带清晰可见 与她这个年纪该有的现象相符 不过总体而言 baby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穿着简单的蓝色衬衫 披散着长直发的她活力满满 脸上笑容洋溢 将属于女明星专有的气质都给展现了淋漓尽致 如何评价自己的颜值 其实我已经看不出来 自己哪张照片好哪张照片不好 因为这么多年都对着这张脸 所以通常工作室让我选照片的时候 都会跟他们说你们看着就行